昨天,康特偶遇了老者的女儿后,并没有送她回家,而是一直带着她,两个人在荒野里露宿了一晚后。 康特开着车来到小树林处,他依然下到冰冷的溪水中洗澡,即便伊朗的气温已然下降,溪水寒冷刺骨,可他别无选择。 寻找阿祖法的这十来天,他在荒野中风餐露宿,从未有机会沐浴,这对向来十分讲究的他而言,确实是巨大的折磨。 在这漫长的日子里,无论身处何地,心情如何,他始终坚持每天精心打理自己的头发。 这份对自身形象的执着,不仅仅是一种习惯,更是他内心对生活品质的坚守。 在康特洗完后,莱拉给他拿来了衣服,从水里出来的康特冻得瑟瑟发抖,那模样着实让人心生怜悯。 他自己也清楚,现在的局面是他一手造成的。 昨天,莱拉还询问他为什么不给阿祖法的摄像小哥打电话,康特却无奈地表示,他并没有摄像小哥的电话。 这真的让人无语至极。 阿祖法在被妈妈赶走的时候,摄像小哥都曾给他找过电话,只是没有打通。 而他在明知道阿祖法没有手机的情况下,竟然都不留摄像小哥的电话。 这一疏忽实在令人难以理解。 康特在处理事情时的不周全,在这一刻暴露无遗,他似乎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,没有为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的准备。 康特换下的衣服,莱拉主动地帮康特清洗了,在莱拉清洗完后,一起准备离开的时候,康特却是有了疑惑,自言自语地道,为什么老者的女儿要帮我洗衣服,他还看到了我的身体。 也许老者的女儿对我感兴趣。 大家觉得老者的女儿对康特有那个意思吗?还是只是康特的自作多情呢? 在车上的时候,通过两个人的交谈,才知道老者的女儿莱拉不回家的原因。 莱拉的丈夫已经去世了,现在丈夫家的亲人来抢夺孩子,他去无奈,这下才不敢回家的,而不愿意和老者联系和回家。 也是担心老者会和他们起冲突。 他的这份担忧体现了他对父亲的关爱,不想让父亲卷入这场纷争之中。 康特听完莱拉的讲述后,对他道,莱拉,我不想干涉你的生活,但我个人的建议是,如果你回家,你的生活会更好。 但莱拉的回复是,不,自从我的丈夫去世后,我就没有和他们待在一起,离开和我父亲一直生活了,我不会回去那里,我想一个人待着。 康特带着莱拉一起在荒野里寻找阿祖法,然而一直寻找无果,这无疑让康特的内心充满了沮丧和挫败感。 他又开始了抱怨,说自己寻找了阿祖法那么长的时间,但阿祖法却是从来没有找过他。 这种抱怨中,透露出他的委屈和不甘,仿佛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。 他甚至对莱拉道,是他一直爱着阿祖法,但阿祖法并不爱他。 这句话更是显示出他内心的失落和自我怀疑。 他觉得自己为了和阿祖法在一起付出了很多,却没有得到同等的爱,这让他对自己的感情产生了质疑。 更是表示,他就是因为要和阿祖法在一起,才让自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 他决定从现在开始要为自己着想了。 康特的这种想法,或许是在长久的寻找和失望中产生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。 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一味地为了阿祖法而牺牲自己。 莱拉劝说着康特,你一直在荒野里找不到, 说不定是他的哥哥带他们回家去找他们的母亲了呢。 莱拉的话充满了理性和思考, 他试图从另一个角度为康特分析阿祖法可能的去向。 而莱拉的话也是让康特醍醐灌顶。 他迅速地道, 那我一直在山里寻找,应该是他们已经去城里了。 康特的思维一下子被打开,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一直在错误的地方寻找。 这下康特坐不住了,迅速起身想去寻找。 但就是不知道他的希望落空后, 又会是怎么抱怨了。 好片心,又软,还好哄, 还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, 你说你不惨谁惨呢?